本周开始是国家清洁周 21号清洁周的第一天 石门区清洁队动员各里的里长与里民在公所前集合 在区长的精神喊话之后 大家出发并且呼吁民众 如果有大型的家具要丢 可以先跟清洁队预约登记 事容是需要大家一起维护 本周开始是国家清洁周 尤其接近岁末年中 家家户户除了家园清扫之外 还有家园环境也要保持整洁 因此四幅环保局也在这周动员清洁队 以及省区居民里民一起来为家园打扫 清洁周的第一天 石门区清洁队动员各里里长 以及里民在公所前集合 在区长的精神喊话之下 大家也准备出发 过年这段期间 垃圾量都会比平常增加增加很多 所以利用我们这个国家清洁周的活动 那代表邀请我们里长各里的环保志工 还有清洁队来担任我们这个清洁周的这个种子 大家一起动起来 把我们的住来拼清去以外 也把我们中上的环境也能够整理清洁 清洁队分发扫具与长颊垃圾袋 有点飘着雨的天气 里民不畏寒冷风雨 穿起背心与清便雨衣就要出发 沿街清扫公园花圃都不放过 而里长表示 其实平时各里环保志工都有定期在清扫 今天环境的清洁周 又有更多人共襄盛举 这也让环境变得更干净 今天就是配合国家清洁周 就是各里 各里都带出来就是一些环保志工 平常我们义工 大家出来做清洁家园的工作 当然我们平常是 我们每个月都有环保志工也是在做清洁 今年的过年马上就到了 过年今年的过年 过年请因为在大扫除 家里来可能有一些大型的废弃的家具 或者废弃物 请大家帮忙宣导一下 请我们的民众能够事先跟我们清洁队来联络 来帮忙收运 不要把这个大型的家具或者垃圾 就任意放在户外 影响了我们的市容的观山 因应年节除旧不息 民众可能会有大型家具要丢弃 而区长也呼吁民众 大家可以先跟清洁队预约登记 清洁队也将会到直径的地点收家具 另外今年过年一直到除夕清洁队都有加班收运垃圾 初四也随即就收家上工 市容需要大家来维护 也希望市民朋友注意垃圾收运的时间 一起来维护居家环境的整洁 大家可以订阅一下